我们回顾一下问题 Helen也想问1199 可不可以看看股份 6.5元买了 还能不能加注? 可以放长线 但如果可以赚了才行 第一件事 航运股是属于周期股的一种 当然这个周期可以一两年的 但它最大问题 它也不叫航运股 但相关股份最大问题 就是供应和需求永远都配搭不了 所以我觉得长渣 你问我长渣一定是低位买生物科技 买科技股 那个长渣的潜率一定会好一点 好了,如果6.5元买了 我觉得先拿着 现在的利润也挺好的 希望可以第一步突破到 其实你看到 在10月8日和10月15日的礼拜 有个小小的双顶 在7.1、7.2左右 所以这个位置 不排除有小小的波幅 也看到有些回头 高位上到7.2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够站得穩的话 下一个位置 其实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收有丑 就可以再买过 考虑7.2、7.3可以量力减磅 我不敢看得太好住了 但如果你说 真的能够突破7.2、7.3 那情况又不同 所以最好就是你超过一手的话 可以考虑7.2、7.3 沽一半 起码不用担心跌下来 代道平安 这个最好 另外你还有些的话 第一,你沽了嘛 某部分 你如下的成本大减了 那你成本只剩9折 你的心理压力就小了 也都少了一半 持股 那你就可以大胆点 咬多点 博他升穿 站稳7.2、7.3 就再看多点了 就算跌下来 那你随时只赚 那你前一注赚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做法